所有準備的PPT的重點就跟大家講 因為大家拿到的資料上面都有完整的部分 那今天除了我之外 我還特別邀請了剛剛被檢掉的20個組裡面 犧牲者就是那個黃天爵 也一起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他作為一個工人為什麼要反對外包 而且他沒有這一次大家看到其實很可疑的一半就是 其實他是被檢顧的四個人裡面最資深的 他本來是可以領退休金的 然後他的主管在送那個檢顧單給他的時候就說 其實你也是可以趕快去申請那個退休 那其實裡面有一段說 其實他們被檢顧前其實是最矛盾的 就是四個人裡面 其實他到底是檢顧一個人 還是檢顧三個人 還是檢顧四個人 然後故意放風聲說 你們可以推派一個人出來說他是租會常務女士 那個人就不用檢顧 那其實這種是不是很可怕的 就是我覺得權力之所以 他的濫用或他折磨人 不是說除了一個就是 我就把你檢顧這個很阿拔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就是 我好像可以讓你有機會 我就看你們會不會互相出賣 或者是互相陷害 或有沒有人趕快跟我投誠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路過程裡面 我覺得他們在講的那個 這個檢顧過程裡面 對他們的一個折磨 那紅蓮佐經他那時候 並不是公會的常務理事 他是北市產總的理事 副理事長 所以他等於是 不曉得是在意外還是意內就中見下 然後他是已經他已經那時候年滿 服務年滿25年 本來是可以領退休金的 結果他為什麼到底是 為什麼不選擇 乖乖的就把去申請退休 把退休金領下來就好呢 然後反正是 其實什麼都找不到 什麼都找不到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是 他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或者是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先來提出 先不要提問 要不然我要開始比較鬆 有發問的人就可以鬆聽聽 先把時間簡單交給那個紅蓮佐 謝謝